哈嘍,大家好,我是平靡百姓 今天要為各位做精辟分析的這張卡牌是殺生死血法羅納 法羅納 屬性喔,水屬性的神族成員 主動機CD16,沒有獎金的名稱,這我就不說了 一回合內,每首屁消除兩粒水符石,必定掉落一粒水屬性神族符石 種族符石的這個倍率大約落在2.03倍 那隊伍當中每多一名神族成員時,效果持續多一回合 最多持續五回合,所以想當然了就是要一次,呃,怎麼講 隊伍當中放幾乎都是神的話,他的效益就等於是長柱 長柱落水珠的一個技能 剛剛擋到沒看到是誰啊,什麼東西擋到 不管,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呃,我這個,以這張卡牌來看 我自己蠻推薦,例如說像是水吸蠟 或者是特哥,或者是水元吸來用 目前看這幾個搭配都還蠻不錯的 呃,如果是三消的話是可以考慮 可是你要注意喔,他是手消 手消兩粒會多一粒 齁,你懂我意思嗎? 手消兩粒多一粒,如果以珠子切開來講 15顆大概也會多五粒 懂我意思嗎? 全部都是水珠嘛,15顆大概多五粒 那,就是讓你的傷害珠會多出來 而且多出來的攻擊力大概落在2.03,大概兩倍 大概兩倍左右 有人說,除了出水二消有沒有 技能勉強強化水骨吸和水元吸拯救卡 欸,我是覺得只要是水對的卡都蠻不錯的 啊,他是卡在說你要用水神族 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用水神族它才會效益嘛 你不是水神 基本上水屬性神族福祉沒有用啊 了解我意思嗎? 那張卡牌,我個人來看是刷一張就好 這種常駐的,而且它應該是在左上角 到時候會實測給大家看 這張卡牌建議大家刷一張就好 我自己會蠻喜歡這張卡 因為水吸來我也常用嘛 那主要是你要手屁消除的福祉 你要切開它 不是一次消很多豬它 它只會算一顆喔,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要切開它,它是這個卡牌的技術跟難度 甚至你可以用在像那個 水的那個巴比倫也可以 那巴比倫你只能切大概兩三牌吧 所以也沒有說一定很好用 但是我覺得多少有差啦 了解嗎? 那如果這一次的精闢分析 大家有一些疑問或者是其他部分 可以在留言下方告訴百姓 OK 那以上就是殺生是血 Fallonar的這個精闢分析 我是平白姓,我們下次見,掰掰 來 要看到我了 有啦,這樣有沒有看到我了 這樣可以了 一組很多顆 我覺得不行喔 消除兩顆 掉落一顆 懂嗎? 你消除30顆 掉15顆 我就不可能 我就不可能 懂嗎? 你的30顆要切開它才會有效益 順便跟各位提及 如果你的隊伍當中 這邊算是加碼的 如果你的隊伍當中放了一個眼球 有沒有 然後用22消 你會掉整片的水珠下來 雖然說 屬性是不一樣的 好吧,種族 種族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可以用出這樣的特性 懂我意思嗎? 22消 給大家參考 有人說不一定要切開 我覺得要切開啦 不用切開這張卡太暴力了 這比大蛇還可怕 懂嗎? 你看一下大蛇啊 懂嗎? 一種屬性符石 掉落6粒啊 那消除5種最多30粒啊 因為你 你這個 如果整片全部消30顆 掉15顆 我覺得太強了 懂嗎? 你掉30顆 我是說整片連在一起的30顆 你就會弱15顆 我覺得太過強了 CD6欸 想一下 CD6欸 懂嗎? 所以我的認知啊 但是我還沒實測啊 到時候會實測給大家看啊 OK 好 給大家參考啊 掰掰